我实话跟你说吧 老二可能 还回不来 我们东西都交给他们了 老二为什么回不来 因为我交出去的 是假教犬 没事吧 你爱的什么心 你这是要害死女儿 你是小生女 你懂吗你 我也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她可是你的亲女儿你 我如果交出交卷 我们全家都会死 我不管 老二要是不在了 你我还活着有什么用 你给我跟我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耐住性子 只要交卷还在手上 老二生还的希望反而更大 你明白吗 还有什么希望 齐文烈 你好可惜哪你 那晚上有个什么好的 我也崩壞了 我也崩壞了 是我 你扣酸回来了 飞燕我一直在找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好 我就放心了 小薇你没事吧 我没事 完店怎么会暴露的 你们早上走了以后 我就发现街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 所以我就立刻撤离了 方涛有下落吗 方涛跑进了慕容文的家 对啊 日本人现在把慕容府围得水泄不透 那怎么办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我就观察过了 根本没办法救他 好在日本人现在 还不敢闯进慕容府去抓人 可是他手上的东西 一旦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现在只能等待 估计方涛也在想办法 希望他能成功逃脱 他一个人在里头 怎么跑啊 我也想救他 可是我们现在自身都很危险 这件事 让我好好想想 对了 方涛这一路上有什么异常吗 异常 他故意开错一条路 为什么 这一路上 我一直拿着枪提防着他 大概被他发觉了 是这样 这一路上我一直都没找着机会 向他拿胶卷 再想办法吧 今天晚上轮流守夜 三个小时一班 我执第一班 小伟第二班 好的 飞燕 你第三班 怎么样 能看得清楚吗 不对啊 不对啊 这不是日光蜜月 怎么会是这样了 你们家有申报吗 有 不过在我爹的书房里 把昨天的那里 对了 江医生很快跟我们联系了 我应该怎么对他说呢 你让他给我拿一个微星相机 还有胶卷越快越好 好 我知道了 爹 不想啊 不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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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爹的话 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在外面交朋友做事情 一定要谨慎 千万别让人给利用了 你总不想爹这么大年纪了 还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吧 我知道了 爹 找我的 喂 是我 你等一下啊 爸 我接个电话你能不能出去一下呀 姑娘长大了 什么事都不让爹知道 爹 求求你了 好 喂 江医生啊 风涛现在要一部微型的相机 对不起 吴夏小姐 我们奉命要搜查所有出去的人 你的意思是也要搜查我了 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上司的命令 你想搜就搜吧 不过你要是真搜我的话 我会让你全家都看不上今天晚上的月亮 我会让你全家都看不上今天晚上的月亮 让开 你 你 你为什么不搜她 对不起 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们惹不起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 你去搜啊 你哭尽那些的 你哭尽那些的 老爷 太太 你们起得这么早啊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想出去一趟 你去吧 哎 温玲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给小全打电话吗 给她打电话 说什么呀 就说兰儿被军统绑架了 有慕容我女儿的男朋友 还有那个卖假古董的 让他们赶紧去抓人 也许兰儿还有救啊 这怎么行呢 进来 小全大佐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石井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 好 你去吧 嗨 喂 哪里喂 喂 哪里喂 这个电话不能打 女儿被冒架了 你这个做父亲的 怎么能就这么无动于衷呢 这个电话要是照你的意思打出去 那我就真的成了汉奸了 你知道吗 我先去找他 我们上次去找他 我再配给他 我再配给他 我按下他 哦 我再配给他 你很想的 你现在在还配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父 我屡借神之名义 但心中并不虔诚笃信 神是不会怪罪你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间表 只是你还没有到虔诚笃信的时候 谢谢神父 孩子啊 你有什么罪过要向神忏悔的吗 等一下 既然来了就不要有什么疑虑 在神的倾听下坦白吧 我说了等一下 好了 我还没想好呢 下次吧 他刚才说什么了 他什么也没说 真的什么也没说吗 真的 我还没说什么 喂 您好 你好 请稍等啊 谁呀 方涛的表舅 找您呢 冯先生啊 冯先生啊 哎呀 你怎么好久都不到我家来坐一坐呀 好 闻爷 闻爷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方涛是在你那里吧 请你转告方涛啊 好 好 好 我明白 好 他说什么 他 把方涛叫来 把方涛叫来 谁啊 谁啊 小姐 老爷请方先生去一趟 来了 我说 好 请巾 方涛 你表舅给我来电话 爸 你身上 是不是有个什么胶卷啊 是 我再问你一句 他真是你表舅吗 是 你带着东西 躲到我们家来 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对不起 伯父 没想惊动您 也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伙爷 东西都准备好了 东西可以放到这里面 希望可以骗过日本人 方涛 我这可是把老命都豁出去了 好 张大 你是什么人 我是闻夜的朋友 过来找他们胆麻将的 好 好 好 闻夜的朋友 湘小姐 吴先生 小姐 来了 施景先生 这是闻夜的朋友 太太们找来打麻将的 小姐不好意思 这两天家里面有点事 不方便接待你了 什么 这不折腾人吗 跟我打牌你们事先就约好了 你们家有事也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真是不好意思 这儿有点橘子 太太说很甜的 让您也带回去甜甜嘴 也给您赔个不是 都到了门口了 还给我挡在外边 真是对不起 等等 这个我要查一下 施景先生 这就是一篮橘子 橘子也要查 来人 小姐 你可以走了 孟先生 这次既拿到了娇酒 又没暴露你的身份 对你我来说都是好事啊 小泉先生 现在你拿到了娇卷 我可以全身而退了 进来 小泉大作 娇卷重洗好了 头脑脑 最后要来 佳卷重洗好 带你 有一诗 就把一诗 他应该来 我没想过 冯先生 这是什么东西 胶件一定是被方涛给换了 我一直怀疑方涛是共产党的卧底 他手上一定拿的真的胶件 看来这个事情 只有一个人能知道真相 老爷太太 老爷太太 小全先生来了 小全先生来了 您请坐 秦先生 我听说你两三天没有上班了 我特意来拜访你 多谢小全先生惦记了 怎么没有看见秦岚小姐 小全先生 小全先生 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 现在只有您能救她了 秦小姐怎么了 篮儿 篮儿她被人绑架了 被绑架了 秦先生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秦小姐被绑架的事呢 我原本准备稀释宁人 所以连寻补房都没有告诉我 都怪你要稀释宁人 现在 哪儿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们能够 你们能够猜出来是什么人绑架了秦小姐吗 这个 秦先生 保护像你这样的新政府的要远 以及家属的安全 那是我的工作 你还是说出来吧 绑架秦岚的是军统的人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绑架秦小姐 他们想要日光协议 你给他们了 小全先生说笑了 我就是想给也得有啊 那你什么都没有做吧 小全先生应该清楚 我要是泄露了日光协议 我们全家的幸运就没了 你说我会做什么 那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答应 什么都没有做 我对着申报拍了一个胶卷 交给了他们 申报 好 好 大佐 现在怎么办 照片是秦文连拍的 不是放涛关的包 告诉风楼台 把秦岚放了 那慕容文那边怎么办 撤 撤回来 不行 不行 不能就这么把秦岚放了 这是命令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的 冯老板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连股盘店都没了 连股盘店都没了 到现在还没拿到真的胶卷 就这么把它放了 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既然绑架了秦岚 就不应该轻易放她走 她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筹码 可是 杀了秦岚 谁能保证秦文连能交出交捷 谁能保证 你能保证吗 现在放了秦岚 我们下面怎么办 等重庆的命令 放走秦岚 也是为了继续跟秦文连周旋 可是现在已经得罪了秦文连 再跟他谈条件几乎不可能了 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按照小伟的办法走到底 冯老板 要么当初不绑秦岚 既然已经绑了 还不如放手拼你吧 我同意 好 我们先杀秦岚 那么下面该杀谁了呢 怎么不说话了 我重申 重庆的命令 不得为抗人 为者 军阀处置 马上放任 看 探长 探长 有人报案 有一群绑匪把了肉票 就藏在安华旅店 走 你 你 你 门口的巡捕已经走了 要不要我向江医生汇报一下情况 为什么 巡捕走了还要日本人 你现在去太危险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只要你父亲不轰我 就在你们家待着吧 这儿挺安全的 你 我们家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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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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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回来了 秦先生 您女儿我给您带回来 娜儿 你没事吧 娜儿回来了 娜儿 回来了 娜儿 娜儿 幸福来上楼 你怎么了 娜儿 朱探长 我今天实在是顾不上你了 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谢 我这就走 好的好的 但是秦先生 有件事情 我不太明白 朱探长有什么话直说 你女儿被绑架几天了 有几天了 您怎么不报警呢 我是怕报警 威胁到我女儿的性命啊 所以还是想 花点钱稀释宁人吧 这么说 您是付了赎金的 这倒还没有 这不 我正在愁错 您就把男人送回来了 这就奇怪了 绑匪一无所获 怎么就放在了呢 我这也云里无理的 秦先生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也希望您能够信任我 如有状况 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女儿今天是捡了条命啊 是啊 多谢了 告辞 好 兰儿 你放开兰儿 给我 兰儿你放手 兰儿 兰儿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兰儿 兰儿兰儿 兰儿 妈求求你了兰儿 兰儿兰儿 兰儿听话兰儿 兰儿 你不能再喝了兰儿 蓝儿 把手放开 蓝儿 我认为你这件事做得过于心慈手软 冯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 你不了解我的处境 本来这次绑架秦岚 芳芳和向飞燕对我都有了怀疑 现在什么都没有拿到 又把它给放了 连小伟都不干了 还有 我的古玩店被破坏 这件事我还没有圆过来 我现在是如座振战 冯先生放心 我不会让你在军统陷入绝境 我会尽快地帮你摆脱出来 好吧 我听你的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 向飞燕说 方涛在拿到胶卷 回古玩店的路上 故意走错了一次方向 有这个事情 向飞燕说他的行为 有可能被方涛察觉了 所以方涛在故意怎么做 来测试向飞燕 但我一直认为 这个方涛一定有问题 好 方涛 老爷 太太 小姐又不对了 嗯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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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你说秦文莲手里究竟有没有那份胶卷 你怎么看 我感觉他没有 如果有 那份胶卷 他不能拿一份假的交给冯如泰 我在没有见到秦文莲的时候 我也在怀疑 等我见他之后我肯定他有 为什么这么讲 他装得太像 要不是为了控制 时时刻刻地控制 怕自己说错话 一个女儿刚刚遭到绑架的父亲 怎么能够控制得这么理智 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秦文莲是个有缝的鸡蛋 为了保护日亡协议的秘密 把所有苍蝇都找出来 全部杀死 好吃吗 我们家怎么样 好 像乌龟壳 乌龟壳是什么意思啊 壳安全 那你不是说我们家的人都是乌龟了 我没这么说 小姐 有位江医生说是你朋友来找你 让他进来 江医生 赶快进来 你来得正好 我 叫姐拿到了吗 拿到了 出了点问题 吴侠 我想跟方涛单独谈谈 齐文莲给我的胶卷拍的是申报 申报 对 我也照样拍了一份交给了冯如泰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不露面 我取胶卷那天 冯如泰的古玩殿被破获了 而且根据前两天我被审讯的情况 我觉得我身边可能出现了叛徒 我躲在这儿会安全一些 叛徒 你认为谁会叛变 我觉得可能出现在军统那边 我觉得冯如泰虽有可能 因为他绑架秦兰 这事做得很蹊跷 嗯 好吧 我会派人调查冯如泰 您最近最好不要到这儿来找我 会很危险 都好啊 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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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蓝儿 你别吓妈妈 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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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了啊 到家了 蓝儿 说句话 蓝儿 我看蓝儿是受了惊吓 咱们也别逼他了 明天啊 赶快找个医生来给他看看吧 这可怎么办 蓝儿 连我都不认识了 蓝儿 说话 蓝儿 小姐回来了 老爷 这位冯先生等候您多时了 你们先上去吧 来 蓝儿 老钟 你也下去吧 谢谢 这位冯先生 你还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没什么 斯文秦先生您是红柔大学 今天特意来找你 是想让你看一将西市真道 请你鉴别一番 秦某人 对古丸珍宝置之甚少 恐怕要让冯先生失望了 破琴先生 今天这样东西 你是一定要看的 看来冯先生的盛情 秦某是不得不从命啊 秦某人 秦某人 您来看 这是一件季红瓷花瓶 红瓷分军红 狼窑红 和这季红 其中呢 以这季红最为名贵稀少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秦某不知 还望冯先生赐教 明朝宣德年间 皇帝传旨紧的镇观摇 要烧制一种 色泽鲜红无比的刺激 瑶宫们实验了多次 却始终没有烧出 皇帝要到鲜红色 于是 皇帝将这些瑶宫 全部打入四楼 有一名瑶宫的女儿 为了救父亲 便跳入了熊熊摇火之中 用自己的血烧出了这 盖世无双的季红瓷 请问秦先生 如果你是那位瑶宫 你是愿意牺牲自己的 还是为了自己的性命 而牺牲自己的女儿呢 不错 我给你们的交角是假的 冯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 不用绕弯子 秦先生 你是不相信我有胆量杀了你的婴儿是吗 我相信你有这个胆量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假的胶卷 交出胶卷全家都要死 不交出胶卷 只是我女儿先走一步 反正都是死 你说我该怎么选的 那秦先生 你是想怎么样 才能给我真的交交的 老条件 委员长的授予我做不到 我只能答应我 把你们送出上海 这件事情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如果没有蒋介石的特赦手遇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军统的人 我当然是军统的人 这一点你想怎么证也都可以 好啊 你把小泉杀了我就信你 两个条件都做到了 我自然会交出交全 你如果再对我的家人不利 那我们的合作 就永远结束了